再给我来一坛桃花酿 师傅你又偷酒吃了 这不是我的小名儿吗 来得正好 师傅今儿高兴啊 把我画本子打开 给我念一段 师傅你喝多了 小条皮 我没喝多 我要听那个 人呢 小名儿 我要听快川之反派又黑话了 人家就要听嘛 第881集 血鸣趴在南巡怀里 小黑脸恰对着伤无言 小孩面无表情地盯着伤无言 目光冷漠至极 隐含着一丝警告之意 伤无言 乍然对上小孩那一双 充斥着 弑骨冰霜的眼睛 不禁一正 某一瞬间 竟有种被什么凶猛野兽盯上的感觉 周身一生出一种凉嗖嗖之感 等那师徒二人走远了 这种阴冷阴冷的感觉 才慢慢消散 伤无言望着远处已经看不清的残影 呼得以指尖摩缩下唇 轻喝一声 有趣 不仅师父有趣 这小徒儿更有趣 在原地顿了顿 伤无言也照出了自己的剑 御剑往同样的方向飞去 飞着飞着 伤无言的五官突然发生了变化 一张平平无奇的脸 变得屹立不已 一双桃花眼也因为细微的调整 变得愈发勾魂射破 伤无言嘴角微微勾起 手臂一挥 身上的便服便换成了 和欢宗统一的弟子道袍 这道袍月白色打底 领口腰间袖口又大片的红 宽袖长袍玉带束腰 穿在这人身上 那可真是仙气飘飘又骚气满满 虽然凭她现在的修为 还追不上那个厚颜女人 但她实在是不想错过 有这个女人在场的热闹 于是她加速赶去 尽量地将距离缩短 可伤无言没想到 自己拼死拼活赶去昆云 却压根没看到那厚颜女人 和欢派掌门扫她两眼 不是说无趣 宁愿去逛集市也不来吗 怎的马上就自打嘴巴了 伤无言的资质 虽然比不上陆士涵 却也是一等一的 加上形貌毅力 是掌门最喜欢的弟子 伤无言立在她身后 闻言摸了摸鼻子 低笑道 那个在集市上碰到了个妙人 知道她要来凑热闹 所以我也来了 掌门为言不禁正色提醒她 你在门中胡闹就罢了 这里是昆云地界 休要惹事 师父还不知道我的性子吗 强扭的瓜不甜之事我懂 我可不做那种强人耸男之事 尤其是双修一事 可不得两项情愿吗 咱们呢 是名门正派 并非那些为所欲为的摩修 你知道就好 要是叫我知道 你又勾搭哪门哪派的女修了 就滚回门中 下次也休想为师再带你出来 何欢派以双修闻名 门中弟子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然而何欢派弟子男女双修 却不节道理 在其他修士眼中 到底有些轻浮了 但修真界凭实力说话 何欢派双修有道 不似一些散修和魔修 喜欢财补 行事也正 三千年前还出过一个 非生仙界的老祖 如今已经挤身前十修真大派 商无言同师父唠了几句后 目光便转向远处 明明先我走的 怎么还不来啊 目非这厚颜女人 竟不识得来昆云的路 南巡迟迟未到的理由 还真让商无言猜对了 落水专注于修炼 连自家秦山弟子都没有认权 更别说 记住修真界其他门派的具体位置了 所以 他一不小心飞偏了 师父 在那边 血明轻轻地抓着南巡肩膀 掉过小脑袋 伸手指向某处 小明儿如何知晓 我见那远处的山都长得差不多 不似咱们晴山 高耸入云 气势庞大 我一眼便认出来了 师父 因为那边灵气充足 这些门派 不都建在灵气浓郁的仙山上吗 哎呀呀 我的小明儿真是聪明啊 啊 南巡到的时候 道旅地节大典 已经快开始了 此时 已无休事入门 啊 不知仙子是哪位 可有擒铁 南巡 被一个昆云弟子 拦在门外 那弟子盯着南巡 目光闪烁 只觉得一身白衣 孤高清冷 气质脱俗 这女修莫非是 那位 还要请铁吗 南巡 眼珠子一转 晴山掌门可在此处 啊 晴山营掌门还未到 大典即将开始 营掌门 怕是不会来了 这便对了 我是代替晴山掌门来的 掌门有事走不开 我恰好又愿意 凑这个热闹 老人家便叫我 替他前来 敢问仙子是 我啊 外人都叫我 白莲仙子 那弟子浑身一抖 果真是 他想要阻拦 可南巡 已经直接抱着 血鸣飞进去了 凭他们几个 守门弟子的修为 根本追不上 去禀告掌门和掌老 也来不及了 天啊 这 这白莲仙子 莫不是来闹事的 南巡没想到 他都在集市上 逛了一圈了 这陆氏涵的道理 递节大典 还未正式开始 不过 这该来的人 都已经来齐了 此时 已全部落座 于是 姗姗来迟的 白衣仙子一出场 瞬间 就吸引了场上 所有人的目光 女子自飞剑上 翩翩落下 身姿曼妙 手里还抱着个小黑丸 而她 好巧不巧地 落在场地正中 以至于 所有人 都能将她 看得清清楚楚 放娃下地 收彩影剑 女子的动作 不紧不慢 处处透着优雅 众人本在 互相寒暄 可自她飞剑落下 身姿印入 众人眼中之后 所有的声音 戛然而止 白莲仙子 那位原本 应该同陆士涵 缔结道理的 秦山风主 此时 陆士涵 同她那位 新仪女修 就站在前方 立于掌门 顾框身前两侧 亦将这白莲仙子 看得真切 说起来 这还是落水 第一次 用自己的真面目 见陆士涵 他们本来 也只是一面之缘 那一次 陆士涵 以七叶寒冰草 救她 还同她 顺路了三日 算起来 一共就三日的交情 实在是浅薄 南巡 并未看那陆士涵 也未看那位女修 事已 不知道陆士涵 见到她之后 正愣了一下 那女修 则目录惊艳 随即 背齿轻咬下唇 一脸紧张之色 她悟自 牵着小徒儿上前 朝上手的那位掌门道 情山落水 见过顾掌门 掌门有事来不了 恰我贤富山上 便代替掌门来了 女子虽然面色轻冷 但声音清零好听 不带丝毫力气 举止 落落大方 上手的顾框 眼中掠过了一丝诧异 淡淡汗手 既然如此 你便带她入座吧 别的病未多说 只是多看了那小黑丸一眼 南巡对上血明 一时情绪外泄 嘴角轻勾 笑了一声 这是我新收的徒儿 甚是黏我 所以 我便带她一起来凑个热闹 血明望着她 小嘴也微微弯了弯 也不知白林仙子这破冰一笑 令在场多少难修 心神为之一动 这两个人这么快就烙饼了 哎呀 这本画本车速可以啊 师父 啊 干嘛呢 那个我 我练剑呢 练阿民为我量身定制的剑法 是吗 师父你背后藏着什么呀 啊 没 没什么呀 剑 剑谱 剑谱 师父 我什么时候给过你剑谱啊 阿徒儿 为师想起来了 约了给毛长老讲戏呀 哎呀 你看看我这脑子 那个 为师先行一步 告辞 善水欧钱 妖精打架 这什么意思啊 哎 师父 师父 你画本掉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